主持人 现在就是 开学 睡觉 大家好 我是 是元三十佛天的 妇恼普兵 绿佛天的段仪璇 大家好 我是孙瑞 大家可以叫我瑞格 或者三高 大家好 我是听生 尤林俄 二 训练生 苏莱山 正元椭盐半眼还有 废弃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CMH4T的废弃员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睡衣 都会体现我们不同的性格 你俩睡衣好像有点相似了 它就是闺蜜睡衣的 对 非常简约 舒适的就是睡衣 就算很舒服 我就是比较运动 然后休闲一点的睡衣 然后最主要是很柔软摸一摸 你穿着睡衣运动 因为平时你们也知道的 它上床像少林武僧 什么呀 所以 怪不得要穿这个睡衣 它是全体的运动型睡衣 它怕它自己上床下床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睡衣容易撕裂 对对对 我这个就很符合我的特质 就是我比较喜欢串门 然后我这睡衣就比较轻薄舒适 然后就很适合日常穿 我这件睡衣就是舒适变穿 居家必备 就一看就是在家 对 就今天就休息了在家里 就摆什么动作都很方便 是吧 我们的情室有一个统一的特性 大家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 根本不在屋里呆 所以我今天其实有一点就是震惊 大家都在 这种感觉好奇妙 就是我们呢 来到这之后呢 就是结交了不同的朋友 就让他们上他们情室里去串门 是的 我平时去的宿舍也挺多 但是主要去的就是奶腕房间和和马仪式宿舍 一开始我只是去奶腕房间 去和马宿舍就被苏仁山带去了 她怎么去和马宿舍听她说一说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就大家都不熟嘛 然后先排第一次公演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季杨杨一首 盲仲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去苏仁的玩 后来就混熟了 混熟了以后他们那拨人又是交集花 你知道吗 交集 注意用词 苏仁山女士 就他们那拨人就人缘很好 然后就从外面就结交了很多朋友 然后他们那个宿舍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体 会聊聊天啊 吃点小零食啊什么的 零食怎么来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小零食就是那种 就自己偷摸藏着啊 或者偷摸去便利店啊什么的 对 然后后来呢 有好几次 因为我们宿舍大家都不在 然后就原一个人 他在宿舍里面 他孤独呀 然后他就说 诶苏仁山我陪你一起下去吧 然后他跟我下去一起 你也不归宿了 大家发现发现 今天都已经如此了 一点不错 然后我刚刚有点不太好意思 因为对不起大家 这两天我也睡在外面的 哎呀我竟然没发现 我也没发现 那个宿舍也有很多人 就是佐卓啊 马蜀军 张天兴 段一璇 全孝盈 孔雪儿 就是我们几个会一直在那儿就是玩 最近我们不是经历过一次淘汰吗 可能突然意识到有很多朋友可能以后要见不到了 然后那一下会很难受 那段时间训练的也比较少嘛 就是聊聊你最近各自的朋友吗 或者怎么样 就可能大家在一起真的也没有去干什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会很心安 最近的话可能因为我们想见点想见 想见你组就是跟他们也玩得比较好 然后就是会经常去段位宿舍呆着 我经常去的情况太多了 太多了我每天很忙 我每天这个情况呆呆 那个情况呆呆 但最近这样去的都是就是赵小棠 余朱欣他们其实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当时结交 认识的是非常有爱温馨的场景 刚进来不久 然后呢不允许吃零食你知道吗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在训练房楼下有一个自助贩卖机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知道 就在那种货源紧缺的情况下 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么点吃的 我们就很快乐 然后那时候呢 余朱欣就让他们养的 就是说谁又吃的 然后我就分享给他们 然后到时候他们有吃的 他们还给我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因为食物结交成了朋友 天哪瑞哥我一定要吐槽 我们在饭门里面临食 然后我们瑞哥就背着那个耐克的大包包 然后就去了 就上那进货去 就这样巴拉巴拉 然后一包然后装着就回去了 不是你想想 你好不容易拿点东西上点货 你不可以多上点 你就拿那两货 你真的是去上货了 你真的是去上货 我每次去便利店 或者现在最近可以去便利店 我去便利店 或者是自助贩卖机 我真是去上货那种感觉 对 但是我要吐槽一下 瑞哥 因为我之前一直就看着他拎着个包 就会往外面跑 就有一次去找Kiki他们 然后我就跑到Kiki宿舍 孙瑞在那儿 然后每个宿舍只有四张椅子 许阳 Taco 戴蒙 Kiki 一人做一张 孙瑞在哪呢 孙瑞在那个库道的中间 包在他前面 他这样蹲着 垃圾桶在这 一边在这吃 他带来的这些食物 只有他自己在吃 所有的人自己在干自己的事 吃完了之后 他命着 走了啊 又饭 吃剩下个食物 带起来 然后接着回家 有素质吧 这人 不像别人寝质去吃他们的 蹭他们吃的 像你们蹭着 蹭上别人 我都是自己自备零食过去 吃完把垃圾什么 再打包带走 仿佛人就没来过 但是我觉得瑞哥 就有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宿舍 有外面的人来 过来就是访客的话 他就会一直给别人 招待 这个你吃一下 那个你吃一下 你们的朋友 我不都给做好啊 对啊 我就是很好客 很热情 这样的话 以后还能多来我们请 对 瑞哥就是因为这样子嘛 就是照顾大家的朋友 就是有时候像我们的家长一样 太像了 好心 好 请示长 要完善 劳心劳累 这一天 主要还是管理我们的卫生 因为我这个人嘛 我有一点 也不能说洁癖吧 就是 收拾癖 就是我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狂扔这种东西 然后我不光扔我自己的东西 我还看别人的东西都不出眼 瑞哥一闲下来 他就会去打扫那个厕所 对 就是瑞哥虽然是平时作为一个家长 打扫厕所也很就是卖心卖力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一进厕所之后 必须得有一个人给他递东西 每次都是平时 不会地址 瑞瑞你给我拿一下那个 我发现 瑞瑞给我拿一下这个 对你知道吗 我就是在这个寝室里呢 我发现 我的这个最听话的一个小能手 哲理小猪手就是飞心员 或者这个房间的保姆 以前我没发现过这件事情 主要是吧 苏珊珊呢有点耳背 我每次喊的他都听不见 段玄呢每天很忙 整个人就在这忙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就很忙反正 我不是在忙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这块地方只有这块地方对吧 我的东西呢又太多了 然后你知道吗 段玄在这儿好像置办了一套装备给自己 有一天呢段玄呢通过熊文姐姐买了一个巨大的快递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像行李箱一样 拿出来之后一打开 这么大 这么大的化妆台你知道吗 然后上面全部是大灯贼亮的黄眼的那种感觉 就贼专业 贼专业 然后一个面大镜子上面还有蓝牙音响可以播音乐 然后你知道吗 最可怕的是 他那个化妆台是可以这样 拉开的像一个阶梯一样 就好专业好专业 就是你有一个那么大的化妆台 你自然就是会整理整理你的化妆品 那也不至于整天都在整理 然后还会写点东西 我不是喜欢写的东西 写啥 写什么呢 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会先在就是类似于草稿纸上面啊 去写一些那种草稿的东西 然后再往就是真正的 我可能觉得比较爱惜的本子上面去腾写 先开始本啊 余生的第一天 余生的第一天什么东西 剩下的人生里面的每一天 我就不一样 我看的书都是什么三体 他买了一大罗那种什么宇宙简史 什么宇宙的起源 什么 哎呀我的天 我感觉我这边坐两颗就好了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呢 是我之前参加青春加点戏的时候 拍的上拍李德 是作为小兔子滴滴滴的第一次人生 对 然后呢 这个是我写的想见你想见你的歌词 然后后面还有写了就是作为主唱的第一次人生 因为是第一次在这个公演里面担任主唱的位置 对对我来说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我们这边研究宇宙 这边写作 飞员呢爱好就是睡觉 因为我们骑士呢有两大创作家 其中有一个呢他可能在小时候在少林寺待着 所以呢他每天声音巨大 写床的就是飞机员你知道吧 写员有一天在床上断一旋飞上去之后下来 然后走了出门了 然后写员跟我说说这个不行 我想坐船上 我写船 写船了 然后 怎么怎么写船了呢 然后他说他在这边两步登上去之后 他是这样的 刷刷 然后人自由落脚 架上去 然后又一步就从船上这样登一脚就能飞下来 然后整个床就这样晃 他在这边睡觉的就是像坐船 就写船了 真的 你来讲一下你为什么戴尔斯在认识 每天晚上三点钟我就 我就会被大家的各种声音吵起 什么声音呢 你们晚上的梦话你们三个人都说 断一声最为惊人 大家都在睡觉 然后我就听你这边这样 然后你翻到身上 而且 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你们做梦都是联机做梦 你知道吗 你们你们对话 我跟谁对话 你们三个人 三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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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在那唱歌 每天晚上你们你们真的想联机在做梦 哈哈哈 接下来就是游戏环节谁是卧底 给你们展现一下什么叫高配玩家 我的妈 你不知道我玩谁是卧底 你知道我玩有多差吗 别人拿的是鸭膜 我拿的是汉堡 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特产 然后我学鸡眼 我特产 我生气了 因为我拿着汉堡 汉堡怎么不是特产 然后听完后来呢 到我说 我说 我记得吧 我现在我刚吃过 告诉全世界 我是我弟 有三个人是一样的 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抓出那个不一样 来吧 就是 这个词跟我很有关系 好 不会我第一人就包了吧 知道了知道了 这个东西 跟脚有关 这个东西就跟时尚搭配有关 不太会穿 你是卧底断圈 对 对 我都知道你是什么词了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词了 他就是那个传说之类的 增高鞋业 是不是 真的假的 你们是高跟鞋啊 对啊 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抽牌 来 二位的选一开始 为什么要说我 哎 你基本上说完 我们大家就知道 谁是卧底了 所以快说 就是很刺激 是 我们现在待的地方是有 游乐项目 我喜欢做 要选赞一拳 我也选赞一拳 我选赞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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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人做的 呃 带蒙做过的 呃 呃 行了 非赞一拳 我知道了 怎么怎么就是我很难形容 啊 咱们在训练室看出去就有 我选赞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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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赞一拳 我选赞一拳 我选赞一拳 那我也选赞一拳 你这至关重要的一票 我跟你们说绝对不是我 好了大家一起公布了 最后我选赞一拳 我选赞一拳 我选赞一拳 它是树子 然后它是个偶树 哪里呢 是吗 他猜不出来 真不是我 我知道是个啥呀 我天哪 真不是我 那我再来说一句 这首歌出现在我们的公优人 是啊 有吗 非赞 非赞 我跟你们说 把我投资就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 我觉得现在呢 我们聊得也差不多了 该到时候了 该串醒了 大家准备一下 该睡觉睡觉 该串进门 看吗 该串联食 散会 晚安 散会 晚安 今天也要记录下自己的心情 晚安 我睡觉了 晚安 哥言一轩 今天不要伍斯上床了 晚安